台湾的举重女神郭信纯真的太神了 她在举重项目女子59公斤级A组决赛 为中华队摘下本届冬奥的首面金牌 也让她达成举重生涯的金满贯 冬奥看环宇带您来看这光荣的一刻 当我们的国旗歌在奥运场上响起感动的瞬间 世界排名第一同时是女子举重59公斤级 三项记录保持人的郭信纯 27号出赛女子A组决赛 已抓举103公斤停举133公斤 总和236公斤夺得金牌 更打破三项奥运记录 郭信纯开把设定100公斤 是A组9名选手中最重 第一次试举轻轻松松 直接冲上排行第一名 第二次试举103公斤成功 虽然后来被改判失败 但第三次再次试举103公斤 完美伸直手肘顺利过关 刷新奥运记录 紧接着在停举项目 许多观众发现第一轮第二轮试举 都迟迟等不到郭信纯上场 原来举重女神直接设定在130公斤 比全组最高重量硬是在多出14公斤 碾压全组等待压轴上场 后来考虑全组最高纪录为125公斤 更改试举重量到125公斤 轻松举起 直接确保金牌入带后 开始挑战奥运记录 第二局133公斤 顺利举起打破奥运记录 第三局挑战141公斤的世界纪录 虽然未能成功但仍为中华队 夺下本次奥运的首面金牌 先前已经陆续拿过 亚锦赛亚运市锦赛金牌的他 这次的奥运金牌 让他达成举重生涯的金满贯里程碑 再看到台湾桌球好手林云儒 他在桌球南单16强赛事 面对巴西选手 最终以局数4比2 顺利拿下8强门票 19岁的桌球选手林云儒出战南单16强 面对巴西选手 平井一开始连下3局 没想到后来平井追回2局 还好最终 林云儒在第6局拉锯战 顶住压力 以13比11拿下第6局 以局数4比2获胜 顺利晋级8强 东京奥运的网球场上大爆冷门 日本名将大阪直美 在女单16强 遭到杰克好手万卓索娃击败 以直洛尔输球 无缘晋级8强 被日本视为夺牌最大希望的大阪直美 同时是今年奥运火炬手 在女子网球单打第三轮比赛 世界排名第二的大阪直美 迎战世界排名第42的杰克选手 大阪状态明显不佳 失误连连 以1比6 4比6直落2的比数 意外的在16强就止步 让地主国的金牌美梦提前破碎 现年23岁坐勇奥网 美网共四座大满贯冠军的大阪直美 面对杰克选手万卓索娃 却在首盘一开局 就接连丢失两个发球局 第二盘大阪虽然竭力振作 先破发取得2比0领先 但第四局又被破发 最终以4比6 整场比赛只花了68分钟 输掉比赛 原本是夺排大热门的大阪 在第三轮就出局 跌破众人眼镜 提供您最新消息 北非的图尼西亚再度面临 政体崩溃危机 总统萨伊德开除总理 冻结国会 引发图尼西亚十年来 最大的宪政危机 所以今天我们提供了 今天我们提供了 总统开除总理麦奇奇表示 他仍然将会召开内阁会议 土尼西亚的民主转型危机 反映中东大国矛盾 当时支持阿拉伯之春的土耳其跟埃及 表达对土尼西亚当局的关切 其他反对的包括沙奥地阿拉伯等国家 目前依旧没有表态 去年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 首位被起诉的案例 就是香港24岁青年唐英杰 他遭到香港高等法院裁定 煽动他人分裂国家 以及恐怖活动罪成立 这起案件判决被受外界关注 因为很可能成为包括黎智英在内 泛民派重要人士的判决依据 法官强调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 确定具有分裂意图 而被告唐英杰 他在机车插上标语旗帜 向他人有意散播这样的想法 然后又骑车冲撞港警 根据港媒报道 28号法庭将听取被告求情 预计本周四进行宣判 而根据港版国安法 煽动分裂国家罪 最高可以判处5到10年 恐怖活动罪更可能会判终身监禁 自由最可贵 不过向来追求自由的纽约客 如今为了对抗Delta变种病毒 下令所有纽约市工部门的员工 一律必须接种疫苗 或者每周进行筛检 这不是选择题 而是强制规定 事实上许多国家都在收紧防疫措施 中国南京机场的疫情来得就很突然 而且快速的扩散 已经累计超过100人染疫 同时现在传出 包括附近5个省份都有确诊者 隔着一幕 美国队的好表现 还是让家乡的亲友热烈喝彩 尽管广市疫苗让美国走出疫情阴霾 但是Delta变种病毒来势汹汹 让白宫决定hold住旅游禁令 严见确诊数飙升到6月10的三倍 而且集中在尚未接种疫苗的族群 让各地方政府纷纷出招 不打疫苗就每周筛减 白思豪罕见拿出强硬态度 就是因为纽约市的公部门员工 接种率实在偏低 其中公立学校教职员为六成 消防员五成五 警方则不到五成 此外 加州也有类似的要求 并且呼吁私部门加以响应 而祭出疫苗强制令的还有法国 26号 法国国会通过法案 不但强制所有医护人员 都要接种新冠疫苗 更扩大虚用范围 让出世健康同行症成为法国民众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日常 而因为防疫政策而备受批评的 法国总统马克宏 尽管正出访法属的玻里尼西亚 26号仍然不忘在推特发文 报加音 法国至少接种一剂疫苗的人数 突破4000万人 提前一个月达标 而回到亚洲 南韩疫情蠢动 已经宣布调高防疫响应级别 分首都圈上调到第三级 首都圈第四级 一路延长到8月8号 不过南韩疫苗混打的研究传来捷报 第一剂接种AZ疫苗 而第二剂混打 辉瑞BNT疫苗的A加B组 产生的中和抗体效价 是完整接种AZ疫苗的六倍之多 而中国传出本土疫情升温 目前引起这个疫情的毒株 那是Delta毒株 南京路口机场爆发疫情 27号通报流行的是Delta变种病毒株 传播链累计病例已经破败 疫情更扩大到五个省份 确诊指大多已经接种疫苗 目前南京已经进行至少两轮的全员筛检 并且祭出限制大型活动 还有人流管理等防疫措施 要求民众非必要别外出 以阻止疫情传播 华文新闻 卢小平总报道 但是防疫跟解封之间 该如何取得平衡 考验执政当局的智慧 我们可以看到荷兰的前车之鉴 不能不知道 随着台湾27号降到二级警戒 同样要严防 疫情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举例来看到荷兰 6月底刚解封 7月份马上爆发新一波疫情 短短一周之内感染率 竟然飙升5倍 下的当局也只能把拼经济 暂时放一边 赶快重启严格的防疫措施 接着透过环宇新闻点 带您分析荷兰解封后的情况 值得台湾借尽 全球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陷入解封又封城的恶性循环 不解封经济活动陷入停滞 影响疫后复苏 但解封后确诊人数 马上开始攀升 如何跳脱这场恶梦 成为各国政府最大挑战 例如六月底一解封 疫情立刻大反扑的荷兰 就是经典范例 首相吕特公开向民众承认 政府错判局势太早解封 荷兰从今年一月初 展开疫苗接种工作 到目前为止 荷兰施打一剂疫苗的人口 已经达到67% 完整接种的人超过四成 全国平均接种率达到54% 随着疫苗越来越普及 荷兰从五月份开始 确诊人数从每天7000人 开始起跳 降到六月底时 只剩每天新增 低于500例趋势 所以荷兰政府以为 疫情有所控制 快速松绑各项社交距离限制 犯下第一错 政府的第二错 是过于依赖疫苗 只规定参加聚会 跟活动的民众 要秀出接种证明 然后就能自由入场 而且除了大众运输工具 跟机场之外 都可以不用戴口罩 民众当然乐得享受自由空气 找越多亲朋好友聚餐越好 不难想象解封不到一个礼拜 再加上Delta变异株 开始主导全球疫情 荷兰确诊人数 马上三级跳 七月中达到 每日突破万例大关 直逼去年底 最严重的疫情高峰 高达40%的确诊案例 都发生在夜店 酒吧跟咖啡厅 而且大多数都是年轻族群 不过也因为疫苗普及率偏高 以及确诊的多为年轻族群 荷兰新一波疫情当中 死亡跟重症患者人数 并没有随之飙升 住院人口大约多出一成 降低医疗系统负担 目前政府紧急重启 严格防疫措施 关闭娱乐场所 又取消所有节日活动 但有了荷兰这个前车之鉴 大西洋北海对岸的英国 却坚持 在境内确诊人数暴增时 宣布全面解封 是否不久之后 再度成为欧洲疫情阵央 也让各界忧心忡忡 以上就是环宇新闻点 继续要来掌握 全球疫情的最新发展 累计确诊超过 1亿9500万人 死亡人数来到418万 亚洲方面 确诊人数普遍下降 但还是有隐忧 来到欧美 各国的新旧法规 以及政令 正在受到疫情挑战 欢迎新闻 带您观察各国疫情曲线 马来西亚当日新增 14000多例 数以百计的医生 因为老权问题 没有获得解决 罢工走上街头 他们说 长达36小时的班 跟薄弱的就业保障 让他们疲惫不堪 日本单日新增确诊数 标增到4692例 东京连日破迁确诊 已经来到第7天 都内确诊病例 已经突破20万例 印尼单日确诊数 跌至28000多例 疫苗覆盖率仅1×6 卫生部长26号指出 疫苗施打进度缓慢 并非来自经费或行政问题 而是疫苗数量不足 越南单日新增 7882例 面临疫情 当地政府让步科技公司 将电子商业税的计划 在即将实施之际暂缓 南韩最新通报 1365例 非首都圈社区感染案例 比连日刷新 已经达到4成 根据当局数据 18号到24号的 Delta变种病毒减出率高达48% 较6月底增加了44.7% 印度新增确诊数回降到3万多例 26号消息指出 印度、南非、俄罗斯跟巴西的各界科学家 将合作、开发或改良 针对新冠肺炎的药物 美国新增确诊病例来到3万5千多人 疫苗接种的速度 从4月中以来减少超过80% 完全接种率低于5成 旧金山湾区的确诊数激增 不过专家预测 将以年轻健康族群为主 损害应该较小 英国新增确诊数降到2万4千多例 连续6天降低 伦敦西斯洛机场受到了疫情影响 已经亏损超过1100疫薪台币 26号催促当局开放完全接种者自由旅行 法国单日确诊数暴跌至5307例 总统马克宏表示 国内接种至少一剂疫苗的人数 已经突破4000万大关 覆盖率达到6成 完全接种者约3300万人次 近总人口5成 德国新增确诊数1417例 当局将西班牙 荷兰 及敲治亚等国家纳入热区名单 将要求入境旅客提供免疫证明 否则需要强制隔离 西班牙新增确诊数来到2万多例 部分地区开始要求店家 必须提供免疫证明的政策 实行的第一天却造成 执行上的困惑以及混乱 美中交锋更是谁都不肯退让一步 围期两天的天津会谈刚结束 整体气氛只能用剑拔弩张来形容 双方针对香港 新疆等敏感议题 激烈交锋 中国外长王毅称 台湾议题是重中之重 但尽管北京方面态度十分强硬 也难以撼动台湾作为主权国家的事实 值得观察的是 中国列出两份书面的纠错清单 就在会议当中直接提交给美方 要求美国撤销中国官员的赴美限制等等 立刻遭到网友狂酸 官员好像只在乎自己的自由跟资产 学者进一步分析 美国抗中策略不变 但天津会谈缺乏具体成果 导致双方很难有下一步合作 美中天津会谈结束 这场为期两天的闭门会议 究竟谈了什么 双方有无达成任何进展 让外界感到好奇 美国资深官员早在事前表示 不会为了礼貌 避免谈及敏感议题 美国副国务卿雪曼单刀直入 北京对香港打压 对新疆进行种族灭绝 以及侵犯西藏人权 通通端上台面指责 不过可想而知 中国又是拿出一贯说辞回应 让外界觉得了无新意 要求美方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停止损害中国利益 停止踩红线和玩火挑衅 中方还重点就美方 在新冠病毒溯源 台湾 涉江 涉港 南海等问题上的 错误言行 向美方再次表达强烈不满 中国外长王毅声称 不容许主权受到侵害 台湾议题是重中之重 不过北京常年持续用武力 威吓台湾 恶劣行径早就被各国加以痛斥 中国讲话再强硬 也无法改变台湾作为主权国家的事实 中国会后批评美方侵蚀利益 会中还向美国提交两份清单 要求美国停止打压中国企业 以及撤销中国共产党员 及家属赴美限制等等 学者分析这在过去较为罕见 不过外界反酸 看来中国官员不在乎有多少民众因灾难不幸罹难 只在乎共产党员的自由以及资产 简直不把人命当一回事 美国官员会前表示 希望与北京坦率交流量性对话 不过专家分析这次天津会谈显然没有发挥作用 国际反中政策反而逐渐成型 而在美国对抗中国的战略地位难以动摇的前提之下 双方要对话以及合作恐怕很难 可以想见外界期待在年底看到的拜习会可能也将随之破局 环宇新闻 林博宏综合报导 中美双方的关系没有办法缓解 欧洲联盟外交部长波瑞尔指出欧洲在两强竞争之下 捍卫自己利益的做法 最新情况把时间交给记者陈泛宁 好的主播 疫情之下美中的关系更加紧张 欧盟外长波瑞尔指出 欧洲必须在两强的竞争之下捍卫自身权益 波瑞尔26号在西班牙演说时表示 面对美方老是想拉拢盟友选边站 加速在贸易 科技跟金融方面与中国脱钩 波瑞尔强调欧洲与美国因为共享了相同的政治体系 多党民主 市场经济等 因此欧美还算相近 但绝不代表利益永远一致 意味不想得罪中国 波瑞尔看好了太平洋地区 以及东南亚在异后的经济发展 不过这也有可能让世界更加亚洲化 他强调 欧洲夹在中美两宿敌之间 如何找出不依赖其中一方捍卫自己利益的做法 对欧洲是一大考验 至于俄罗斯总统普丁 在国家海军节大规模海上阅兵 趁机大受军事肌肉 更夸口指出 俄军能打击他们所有想打的水上或是水下目标 再把时间交给范宁 好的主播 俄国总统普丁25号在国家海军节 又再一次了借由大规模的海上阅兵 大受军事肌肉 阅兵仪式在国家海军节照常盛大举行 除了50多艘舰艇 4000多名官兵参与 为10月的海军建军325周年暖身 首度亮相的北极风机 但到飞弹潜见 佛拉基米尔王子号也没有缺席 普丁显然相当满意 大战俄军能打击所有想打的水上或水下目标 前前普丁称因为英国驱逐舰卫士号非法驶入俄国领害 双方对峙同时 普丁也指责美国插手干预 如今普丁借由阅兵招式俄国军力 除了秀军式肌肉 先发制人意味浓厚 主播 至于北韩去年6月炸毁了两韩办事处之后 这单方面的断绝一切与南韩之间的通讯 还有热线频道 不过南韩青瓦台申布 27号早上双方已经正式恢复两韩热线 朝鲜半岛终于破冰 正式恢复双边的官方通讯 南韩青瓦台国民沟通首席秘书朴朱贤 宣布已经在当地时间27号上午10点 与北韩当局重新恢复了联络管道 这也是两韩 亏为413天 时隔13个多月也来终于重启热线 而每天上午9点和下午4点的双方 例行性通话也在27号下午恢复 2020年6月9号 北韩曾经以不满部分的南韩团体 散播反平壤当局的传单为由 炸毁了未在开城工业园区的 两韩联络办公室 并且单方面断绝了一切 与南韩之间的板门店通讯和联络管道 而期望台表示 南韩总统文在寅 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今年4月起 双方多次互相致赠亲笔性 并且针对改善两韩关系进行沟通 也让双方在恢复信任和重新发展 关系上逐渐取得共识 这些南北韩得以在27号重启热线 则是两位元首共同协商的结果 而南韩国防部同一天也表示 双方西海地区的通讯管道 已经恢复了正常 但东海地区则正在克服线路的 技术性问题 另一方面 北韩的官媒也肯定重启热线 对于改善和发展两韩关系 会发挥积极作用 东奥羽球南双小组赛 国手李洋跟王麒麟 2比1险胜世界排名第一的 印尼代表队 拿下小组赛第二胜 跟印尼同为两胜一败 双方厮杀三局越战越精彩 三局时长分别为14、16及19分钟 三局最长集球数平均高达30下 决胜球更是消耗12颗球 中华队在1、3局以21比18 以及21比17险胜击败强敌 李洋跟王麒麟目前在A组的 战绩二胜一败 在比较得失局之后 确定晋级八强 地球暖化导致极端气候问题 加剧全球各地天灾频传 26号将近200个国家召开线上会议 主要是评估一项联合国的重要报告 这项报告将会成为秋季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 最新消息我们交给环宇国际中心记者 图文君带我们了解 好的主播 有将近200个国家的代表 从26号起召开线上会议 评估联合国的一份科学报告 这份报告主要在探讨如何避免地球气候灾难 其中探讨的主题跟内容 都将成为秋季峰会的议题 全球各地近几周都陆续爆发破纪录的热浪 洪水还有干旱 而且这些灾害都因为全球暖化而更加严峻 这项评估对于各国政府的气候变迁小组来说 来的正是时候 联合国的这项报告包括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涵盖物理学的线上会议将举行两周 文件定于在8月9号公布 第二部分预定在2022年的2月发表 根据法新社取得的外流草稿 内容主要讲述未来几十年气候变迁 将从根本上影响地球上的生命 探讨如何改革来避免未来世代面临更严重的恶化 第三部分则将在3月公布 内容为检视减少排放的解决之道 这份报告将由来自195个国家的代表 还有顶尖科学家一同探讨审查 上一次发表全面性报告是在2014年 接着2018年发布一份特别报告 当时总结温度上升2度C 将对人类还有地球带来更多的破坏 继续要掌握一连串奥运最新战况 东京奥运10公尺空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当中 中华队代表吕绍全 李颖兴在第一轮排名第14 无缘晋级8强 第一轮资格竞赛非常激烈29组队伍当中 前段班分数相差很少 中华队625.4分的成绩 距离排名第8的匈牙利只差2.5分 其他队伍也几乎都在1分之差左右 两人三发的分数中除了李颖兴第一发失常 其余发挥但仍然优秀 很多人关注她台湾女子射箭好手谭亚婷 在东京奥运射箭个人对抗赛 首场对上了英国选手 但最终是以4比6落败遭到淘汰 27岁的谭亚婷在个人排名赛当中 对上英国的选手彼得万 前两局原本领先几乎要直落三 英国选手突然从第三局追上 连连在关键时刻射出高分连拿三局 逆转局势 最终以一局之差遭到淘汰 今天全台降级二级警戒 国内总共是新增16例本土确诊个案 一例死亡 机会官城时中说 染疫的脉络上都有脉络可循 另外疫苗施打覆盖率最快在8月 可以突破百分之30 奥运热让阿中部长都说不惜请假也要看一看 只是任务再生很难如愿 现阶段当务直击赶进度疫苗接种计划 持续获利全开 26日接种数冲破29万人再创单日新高 国内疫苗覆盖率也来到百分之28.74 今天下午两点我们就开始重新开放 让这个还没有接种意愿登记的民众 尽速完成登记高端疫苗 不过现在开始接种的时间还没有明确 我们要看看这个整体的供应量的一个情况 第五轮意愿登记27日下午两点正式开跑 甚至把国产疫苗高端正式纳入疫苗 预约登记系统速度超乎预期 另外根据指挥中心通计 第四轮疫苗接种预约截至下午一点 完成预约人数已经超过72万人 占符合预约资格总人数的5成2 但截至目前前四轮都是开放AZ疫苗 只愿意接种莫德纳的民众 要等到什么时候 经货量难以掌握 我们整体来讲也大概只有这样400多的一个分配量 所以未来在打莫德纳的这一块 可能大家就提供的数量都会比较少 想打莫德纳的民众恐怕还要继续等 就连城市中都说 未来到货数量比较少 毕竟疫苗到货骑程难掌握 但好消息是国内27日新增的16例本土个案当中 11例皆为已知感染源 值得注意的是确诊个案当中 以桃园新增6例最多收度超车双倍 其实都充满了隐忧 所以到现在也没有国际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宣称说 他的疫情已经都控制完成 只能说审慎以对提高警觉 那日子他还是要过的 本土疫情无法清零 牵引发动全身大意不得 即便全台警戒降文 及学习如何与病毒共存 依旧是全民课题 欢迎讯会红玉黄佩涵 台北报导 再来关注疫情相关讯息 台北市今天公布了四名确诊者足迹 分别是内湖饮料店员工 和AIT油漆工这对父子 以及两名曾经到北美馆 长春国宾戏院的男子 都有找到感染源 也让过去一直把清零当目标的柯文哲 决定改变策略 他改口说不清零了 强调如果每天平均十例以下 不明感染源两例以下 就可以慢慢解封 因为他说台湾偷渡移工多 一个不小心清零就会破功 坦白讲我今天看到那个车流量上升 你知道我心里面还是毛毛的 将二级第一天台北市上 柯文哲坦言难以安心 但过去一直把清零挂在嘴边的他 也松口要改变目标 我们现在内部有超过五万名 没有身份证的移工 然后那个偷渡好像还蛮流行的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 如果要选择清零为战略目标 破功的机会太大了 不清零了那就要有把握 把感染源揪出来 北市二十七日公布四名个案足迹 案一五六六七曾到过北美馆 十七日在洛基大饭店 南京馆休息十九个小时 至于案一五六八零饮料店员工 及案一五六八一 AIT油漆工两人是父子关系 内湖的饮料店及健身房 都已经完成清销 最后是案一五六八二二十二号晚上 因为到电影院看黑寡妇 导致同场的员工观众都被狂烈 当天一发生我们就依照他们的 当时的看的场次 然后已经找到里面的石连制 还有两位是会员 所以里面其实只有十位客人 那隐城的员工也都去裁剪了 所以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 有任何阳性的回报 有问题的不是这个场域 而又有问题的应该是确诊者足迹到过这里 尽管健身房 隐城等娱乐场所 接连出现确诊者足迹 但北市仍强调不影响 为解封步调 至于捷克宣布捐赠三万剂疫苗 给台湾 柯文哲说他早就知情 甚至前一晚还跟布拉格市长 赫普吉进行远距会议 六月他有写信给我 当时就说他会 基于台湾跟捷克的互相帮忙 当时所以应该他有去帮忙讲说 送我们一些疫苗 我们去年送他口罩 他去年送我们疫苗 如果大家平常都有在来往 这也还好 是表示关系良好 三万剂疫苗 因为口罩外交开花结果 柯文哲不会言 私底下自己注了一臂之力 但过去曾说一个月清零 现在大转弯改变策略 柯文哲的一言一行 就看市民能否接受 桃园市今天则是新增 六例本土确诊个案 一举超越了双北市 成了全国最多引发关注 而且让人担忧的是 其中有四例确诊个案 都是来自于特殊交友圈 一例是特殊交友圈的朋友家人 里头还有人因为不配合疫调 刻意隐瞒足迹 让市长郑文灿是大动干火 公开呼吁是好朋友就不要相害 同时也下令 辖内的汽车旅馆禁止群聚开趴 如果有违规 最高开罚15万元 桃园市27这一口气新增六例确诊 全国最多 值得关注的是 除了一人是确诊快递员工的家人 其他五人都是特殊交友圈被匡列者 其中案15700跟案15694分别跟先前确诊的15523分属于特殊交友圈以及亲友关系 另外15696以及15693则是跟26日确诊的15684属于同一个特殊交友圈 而15707则是跟7月24确诊的15648有接触而染疫 虽然都有明确感染源 但是疫调在过程中 五人竟然刻意隐瞒不交代行踪 好朋友就不能害好朋友 那如果你的足迹史 活动史 接触史 那不能够诚实的交代 那我想这可能会产生隐形的黑素 毕竟全台疫情都已经迈入清零阶段 不允许再出现任何差错 市长郑文蔡气的扬言要开罚 业者未通 最高可以处以这个15万的罚款 一般民众如果检举这个违规群聚 在汽车旅馆或者在一般的旅宿业 最高可以获得这个22500块的检举奖金 但这还不打紧特殊交友圈疫情甚至延绍到新竹县 目前共匡列了145人 16人居家隔离 40人自主健康管理 特殊交友圈染疫风波 如文学球般越滚越大 足迹遍布桃园各大摩铁 和北部各县市 就怕还有确诊黑数 让防疫再度破功 欢迎回程明页 叶秉杰另外一遇桃园报道 而国产的高端疫苗 已经列入公废疫苗施打险象 但是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显示 民众对于国产疫苗的信心 最近几个月是不断的往下滑 现在只有不到五成的民众 对国产疫苗有信心 请运程帮我们整理相关讯息 好的 现在人人都希望 能够尽早打到疫苗 而现在国产疫苗高端 不仅是通过了紧急使用送权 就连公废疫苗接种 也都提供选择施打 但是民众对于国产疫苗 是真的有信心吗 我们来看到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 在3月的时候 其实是有高达68.6%的民众 是对国产疫苗有信心的 没有想到自从5月台湾疫情爆发之后 民众对于国产疫苗的信心 就逐渐的下滑 6月来到了47.1% 7月更是只剩下44.3% 下滑了24.3个百分点 相当于近500万人 而相反的 没信心的比例是逐步的往上升 到了7月的时候 是来到了48.7% 这个上升了24.4个百分点 这表示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民众就对于国产疫苗的信心 戏剧性的崩盘 这点台湾民意基金会 也提醒政府当局要重视 而在民众对于国产疫苗信心不足的情况下 蔡政府还是通过了高端的EUA 这项决定不支持的民众比率 是高过于支持的 有48.3%这么多 不过对于是否认为 蔡政府全力发展国产疫苗 才导致于台湾疫苗短缺呢 不同意的民众呢 是有46.5%是高过于同意的 显示民众不认为发展国产疫苗 是个错误政策 但是来看到蔡政府的整体疫苗政策 这两个月来 民众的认同度啊 虽然都是维持在44%左右 不过呢 不同意的比率是渐渐往上升了3个百分点 民众对于政府的疫苗政策 是否信任是个很重要的指标 毕竟民众要对于国产疫苗有信心 才会有意愿去施打 而政府必须要了解 民众到底是对于疫苗哪里有疑虑 才能够真正的让国产疫苗 有正向的发展 又有一批疫苗抵台了 今天我国自购的58.2万剧AZ疫苗 由华航班机从泰国曼谷再运到台湾 在完成通关程序后 运送到冷除物流中心进行后续的检验封间作业 但是算一算台湾自购疫苗AZ和莫德纳加起来 到货量才223.5万剧左右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爆料 说本周除了AZ还会再有莫德纳疫苗抵台 加起来至少有百万剧 但是陈时中继续卖关子 只说有好消息会在对外宣布 华航班机缓缓降落机舱内运载的是 我国自购的AZ疫苗58.2万剧 原定27号下午3点21分从泰国运抵台湾 班机提早到3点14分就降落桃园机场 班机降落在桃机第1停机平 疫苗完成通关程序后 将直接运送到物流中心进行后续检验封间 系数台湾总共向AZ药厂采购1000万剧疫苗 莫德纳药厂购买505万剧 但目前到货量AZ只有188.5万剧 莫德纳才到货35万剧 数量少得可怜 而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再爆料 除了AZ之外 其实本周还会再有莫德纳疫苗抵台 今天下午AZ有一批货先到以外 那我们乐观期待 在7月底之前 莫德纳跟AZ加起来 应该会有超过100万剧以上 再一次送到台湾 而我们政府自己采购的疫苗呢 的数量也慢慢的会超过捐赠的部分 那在8月份跟9月份 当然还会有新的进度 疫苗它是说怎样 100万剧以内会来 那今天就到了58了 那是100万剧以内 然后当然还是有这样子 随时有好消息 我们还是会跟大家来做报告 那确实这个进货量 也不太容易掌握 那这58万剧 我们也花了一些精神 做了相关的一个沟通 才就顺利的进来 面对立委提前曝光 将抵台疫苗资讯 陈时中被动式回应 间接证实 但字里行间听得出小心翼翼 毕竟台湾正在冲刺疫苗覆盖率 就怕疫苗正式抵达台湾领土前 在天变数 欢迎新闻陈明英 杨格林 淘宾报道 虽然将回二级警戒 但是副指挥官陈宗彦提醒了 国内新增的本土确诊 双北市就占了74% 社区还是有隐形传播链 防疫还是不能松懈 那最近其实天气也很炎热 刚好奥运也 这个转播赛事都很精彩 其实除了出去 偶尔出去散散心 也可以在家里 收看奥运转播 帮台湾的选手加油 727全国疫情警戒 调降二级首日 就怕民众相约 报复性出游 副指挥官陈宗彦 踩刹车 喊话里头 恰呀呀 在家看奥运也不错 毕竟面对多变疫情 实在没有放松本钱 目前新增的本土病例 仍以双北为多 占了74% 那且存有零星感染源 带离清个案及群聚的事件 显示我们社区还是存有这个隐形的传播链 也就是说双北疫情还是不能大意 而针对疫苗整体施打政策 指挥中心表示在中央地方通力合作下 接种效率很不错 专案施打 含约平台双轨并行 要加速疫苗接种 提升群体免疫力 虽说降级相当振奋人心 但专家也提醒 个人防疫措施 千万不能松懈 大部分都还打在第一季 所以我们才一直希望大家 维持台湾的优势 就是口罩跟社交局有优势 我们是相当于国外的 两剂的这样的一个疫苗的 这样的保护力 病种病毒虎视单单 防疫可不能马虎 搭配边境关制研防病疫株入侵 才能避免结了幼风各国的 惨痛经验在台湾重演 欢迎熊慧宏 玉皇佩涵 台北报道 今天是全台降回二级警戒的第一天 目前除了双北以外 其他县市都将有条件开放餐饮内用 不过也有民众担心了 因为双北市还没有开放内用 可能会造成跨区用餐问题 历历分明的白饭拌上卤汁 还有青葱与丸汤隔着隔板一一被端上桌 好不容易等到降级首日 餐厅终于可以开放内用 餐饮业的其实影响很严重 政府有这个可以餐饮内用 但是我们还是遵守政府的标章 我常常来是这家非常有用 所以等了多久 两三个月有 台南市长黄卫哲一早亲自视察 开放内用状况 并推出餐饮防疫标章 总之提供给民众一个安全的用餐环境 到昨天为止去维持29天加历 另外在北台湾的桃园 卖场美食街也开放内用 业者也相当期待人潮的回笼 带动业绩成长 基本上对于说很多的主题餐厅 跟所美食街的这边业者 但是最开心的 封闭的这个两个月 只能外带外送的情况之下 业绩真的差很多 全台目前除了双北外 其他县市都陆续有条件 开放餐饮内用 但是否会演变成跨区移动的问题 也让民众心惊惊 疫情没有很平稳 像新北双北 他们都没有开放 而下来的话 我们也不知道 它是不是新北双北的 至于双北何时才能餐饮解禁 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 8月9号考虑户外餐厅开放内用 新北还是持观望态度 这个礼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期 如果这个礼拜 这些观察指标再往下走 我们就可以来做考虑 就怕一个大疫 让病毒有机可乘 想要完全恢复正常生活 民众这段时间 还是要好好遵守防疫规定 环宇新闻 陈明燕 陈炎卫 柯冠城 刘佩婷采访报道 今天台中大甲镇蓝宫 也开放给信众参拜 不过现场要遵守不少的防疫规定 包括静庙要扫十连制 落实消毒 整间庙也只能容纳99个人 而且会共用的工具 像是抽签拐签统统都不提供 都要自备 前程的靠在柜垫上 一遍又一遍的拐签 特别的是他手上这小小的两片 还是他自己带来的 等了好久终于盼到全台降级 台中大甲镇蓝宫 重新开放信徒参拜 但必须遵守不少防疫规定 经常扫十连制 落实手部消毒 保持1.5公尺社交距离 这都是基本配备 整间庙最多也只能容纳99人 会共用的工具 抽签挂杯都不提供 不会啦 诚心就好 有时候那时候在外面 也是都是用手拜一拜就好 应该今天差不多 应该会1000多个逃友 工作人员 就要每个礼拜 都有做快晒一次 这个我们很注意 那我们要求我们的工作人员 只要有你有感冒 就拜托你不要上班 庙宇两个多月没有开放 这一开前程的香客们都好兴奋 凌晨三点半开庙门 晚上12点多 就有人提早来卡位 现场观察下来 香客都还算相当遵守防疫秩序 在三级的情况之下 大家都不能亲近庙宇 所以其实大家心情是 应该是很起伏很忐忑的啦 那我觉得这个有安定民心的效果 有心就好了 也不一定说要到庙宇 要求大家要注意一下 中原部队也快到了 那我们也希望大家 来提早登记 那当天不要来 庙方也强调管制措施 绝不情乎怠慢 要加强监督 信仰于防疫两者兼顾 否则一开放参拜 却败出打破口 别让大家努力这么久的防疫成果 化为泡沫 环渝新闻 或是陈林文宇 李嘉倩 台中报导 降级之后 幼儿园也可以开了 不过传出 有些业者还是不能开业 因为指挥中心23号 针对熔流人数公布指引 教育部却在26号裁定案 让他们准备不及 要搓一搓 喷酒精消毒量体温 727降级停课超过70天 幼儿园终于复课了 爸妈真的非常想复课 每一个人都想来 居家防疫照顾小孩 还要居家上班 家长们好不容易 可以让小小孩 回复规律正常生活 但幼儿园复课指引 可不能轻松放行 因为我们现在降载 然后所以是梅花座 然后一个小孩子的座位 跟对面的座位 是都不能坐人的 然后会有一个个人的套餐 每一个人一份午餐 一份点心 不只如此 中央规范幼儿园复课 必须八成以上教师 接种完疫苗才可以开源 如果接种未满14天 得附上三天快筛 或是PCR阴性证明 因为人数上限 也得符合室内面积 扣除固定设备面积 处于2.25平方公尺的 容流人数 但这容流人数算法好复杂 也让幼儿园业者不撒撒 学校的容流量 它因为它的计算问题 所以大概每个学校 收拖状况都会降载 至可能大概六成到六成五 收拖孩童有人数限制 虽然指挥中心723就公布指引 但地方政府 却是到26号晚上才定案 如果之后真的非得必要 那我们就是用Google表单 让家长去填写嘛 依照那个顺序去做一个收拖状况 一直到下午可能五点多 才真正国教署有去做这样的一个 等于是发布这样的一个公文 对那当然我们有时候听归听 那你真正要看到那一张纸也才算嘛 那确实是让我们觉得有稍微 在公布上有比较慢 中央地方不同调 业者无所适从 毕竟幼儿园教室疫苗覆盖率还不高 复课这一天高得人压麻烦 欢迎有叶炳杰另外一个新闻报告 文化部也同步放宽 一文活动表演场馆的入场限制 目前采预约制 人流管控 座位没花做等等 开放首日 高雄卫武营中心荣述广场的公共钢琴也重新开放使用 象征疫情期间新的开始 钢琴弹奏声围绕整个广场 旁边还有不少民众停下欣赏 记录着赏心悦目的时刻 判了两个多月 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 终于重新开放 会降为二级警戒 一件事情就是决定要把公共钢琴搬回来 是一个精神的象征 想说今天开放就是谈一下 还蛮怀念的 大家可以开心的玩乐 全国家二级警戒文化部也同步放宽 表演场馆开放规定 但必须采建格座 梅花座等 禁止设置摇滚区 展览场馆每一时段不受100人上线 剧组也已经实施快筛PCR检测 对于特殊表演者只要遵守防疫规定 表演当下就可以不戴口罩 对于这些演员们 我们就有比较严格的规定 除了要有疫苗接种的证明之外 或是说它必须要有PCR检测阴性证明 我们才可以让它进来 而同样迎来较二级的台中国立美术馆 也放宽措施 将每个时段开放人潮 比为解封时多出三倍以上 降到二级的时候 我们现在容纳量是360人 那这360人里面呢 我们是一个提示 采预约以及电话 那60个人能够现场来这个现场报名来参观 好不容易迎来降二级 民众可以欣赏艺文活动 陶冶心灵 但还是得小心谨慎 维持防疫规范与休闲的生活平衡点 华语新闻 林伟凯 洪世成 柯冠成 刘佩婷采访报导 疫情之下政府是陆续发出纾困 但是艺文产业 等到文化部的纾困补助 却是看得到领不到 绿营政国会立委 对此是联合召开记者会 向劳动部喊话 必须要立刻补强 受到疫情重挫 无论是舞蹈 戏剧 相声等等艺文表演 这段期间通通停摆 表演工作者顿时失去经济来源 文化部口口声声说要补助 但第一线申请者直言 常常是看得到领不到 一些传统的庙会演出 阵头 所以他会希望我们投递到 传统戏曲阵头类别去 可是我们投递过去之后 传统戏曲部分 他又回应我们说 因为我们本身是舞蹈演出 他要叫我们投递在表演艺术类 这个就我们自己 我会变得很无助的 字字句句道尽无奈 尤其像冯先生这样旗下有大票表演员工 等着领薪水 偏偏疫情期间不能演出收入断吹 好不容易等到政府说要补助 但实际申请却四处碰壁 不能让书困职照顾懂得游戏规则的人 最边缘最需要的人 绕了一大圈还不见得申请得到 一直的艺文工作者到目前为止 大概只有劳动部的一万块的补助 但是文化部的部分是有困难的 那我们希望文化部应该也把这个部分纳入 这样的一个补助方案 这是第一个我提出来的建议 那第二个就是审查的时间 过场的问题 我认为审查要以减到一块 那以减一块就是说 我认为审查的过程当中 不应该再拖超过两个月以上 根据统计全台有近四成 艺文工作者需要靠兼职多份工作维持生计 多半是自己掏钱到职业工会投保 也就是说身份既是艺文人士 也是劳工 实际向文化部申请时 就因为有家宝身份惨遭退件 让绿营政国会委员召开记者会 公开向文化部喊话 真的艺文团体的样态太多 可是我们真的就是更需要建构一个平台 那我们也希望鼓励文化部 也感谢文化部 可是更希望说在辛苦之余 这些艺文团体其实更辛苦 因为今年的疫情真的比较严重 略为强调文化部得立即补偿纾困安全网 解决艺文工作者困境 也别问了在接下来的振兴方案中 纳入艺术类别工作者 比让这些表演者成了疫情下的纾困孤儿 欢迎新闻杨格玲玲才报报道 回到新闻现场 疫情警戒已经降回二级 但是疫情重灾户只能继续苦撑 有超过十多辆的游览车 集结在桃园的竹围渔港 喊着要争取生存权 因为虽然降级了 但是限制游览车车内人数上限 只能20人 业者说这根本没有帮助 一来降低民众出游意愿 更难成团 甚至出游的餐厅内用 也有50人限制 游览车工会就说 8月恐怕会迎来倒闭潮 游览车空调自动喷出酒精消毒 业者赤字5万多元 替消费者打造安心出游乘车环境 一按下去两分钟 整个车子全面消毒 外市聚备就等着警戒降二级 旅游人潮回龙 但万万没想到松绑指引规定 车内乘坐20人为上限 这根本等于掐住了游览车业者翻身的机会 解封对我们来讲也是出不了 一台游览车43座 但是要求客人要付出两倍的钱不可能 那餐厅你要求50人 大致上都会超过政府的规定 限制人数也就降低民众旅游意愿 再加上餐饮内用也有室内50人规范 游览业者大探执行难度高 偏偏每台游览车要价动辄850万到880万元 一个月至少得付12到15万元的贷款 即便有每车每月6000到1万元的补贴 三个月补助3万元对个体货来说的确舌不销 7月付费上就已经苦成了 8月份如果还是一样的疫情没有办法控制下去的话 只在8月份的时候 原来这整个产业大概将近会有4成左右 面临倒闭潮 那没有收入的提示下何来的能力可以缴税 也何来缴税之一物啊 如今这疫情还看不到尽头 警戒降级却不解封 口同松绑 没有实质效益 对努力求生的产业来说 只能继续撑着最后一口气 欢迎讯会的陈明业 叶秉杰 另外有于桃园报道 回到新闻现场 为了抢救民生经济 蔡政府在去年是广发三倍券 当时全台有98.35%的民众 都领了三倍券来消费 也因此成功终止连续5个月的餐饮副成长 甚至当年的9到11月 创下历年同月营收新高 三倍券能够创造多少经济效益呢 请韵竹帮我们整理讯息 为了振兴疫情底下的经济 因此行政院他就在去年的 7月15号的时候 发放了振兴的三倍券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领取的人数 是2332万人 等于是全台占比 有98.35%的人都来领取了 资本的部分领取上面是最多 2151万份 数位则是181万件 而这些被领取的三倍券 他们所反映出来的效应 是反映在同年的7到11月左右 而反映最大的部分是餐饮以及零售 创造了大约1790亿元的商机 因此国发会的主委他就说 这个三倍券的促进消费的效果 看起来是蛮好的 因此他就推估说 成功的带动了我们的内需市场 而且当时候啊 还有发农油券啊 易放券等等的辅助券 所以总共的经济效益 可达1790亿元 等于是说呢 三倍券每一块钱的预算 是可以创造实质GDP 最高到1.99元这么多 那另外我们今年 因为也是深受疫情影响的 因此行政院的官员 就有稍微透露了一下 他们就说去年啊 总共是斥资510亿元 来发放这个振兴的三倍券 成功的创造了 千亿元以上的经济效益 所以呢 这一次他们就有机会 会让这个面额是超过 三倍这么多 不排除实际发放的金额 还会再扩大 不过这次要发放的时间点 以及到底面额会扩大到 什么样的地步呢 还在讨论当中 我们就来进一步探讨 疫情冲击百公百业 外界关注政府何时会推出 新的振兴措施 行政院也传出 正在规划新一波振兴计划 甚至已经有绿营立委抛出想法 认为应该要超过去年的三倍券 喊话发放五倍券或是六倍券 不过在野党立委认为 就级纾困就应该发现金才对 而且在疫情趋缓的这个时间点 抛出振兴计划 难道是为了转移注意力 拉台蔡政府的低迷民调吗 又或者是真的苦民所苦呢 带您来看我们这么说 News Talk 现在喊出五倍券六倍券 甚至可能更高 其实我们说纾困并不是借王权 不能说随便喊随便算 重点还是要让民众真正拿到手 才是真正好的纾困 所以我们真的奉劝民进党政府 应该要听见民众的心声 现在就是赶快发放最好的时机 如果到现在拍板定案要发券的话 至少印刷还要在一个月 在中间这30天里面 还会有多少民众走投无路 还会有多少民众没有办法生活下去 这都是民进党政府应该要考量的 所以我们不得不说 现在还在讨论发什么券 都是已经太晚了 发现金最快速及时便利有效 那现在无薪价人这么多 那所以我主张呢 这一次如果要发消费券 要把这个国家的钱留在国内 那要赶快啊 因为现在太多中小企业小店家 其实已经撑不住了 光是台北市随便去商圈走 休息的休息 关店的关店 回家的回家 那所以呢要加倍 而且要加速 而且钱要够多 那我们期待这一次如果要发的话 能够趁着中秋节 或是明年的过年呢 让民众能够刺激消费 刺激国内的内需 那另外也有很多人 他是不符合所谓的纾困资格的 这一群人会因为这个消费券 他的政策而受贿到 去年第二季的时候是最惨的时候 台湾的民间消费跌了5% 但是因为花了振兴三倍剧以后 其实呢我们的民间消费 跌了只剩下一个百分点 所以他事实上对挽救消费信息有帮助 而且呢对整个经济的成长 也是有贡献的 如果说今天没有 我们没有接种这么多的话 可能到今年年底 或甚至明年年初 而且呢事实上中小企业的云影资金 大概只有6到9个月 如果没有去救急的话 很可能发生这个倒闭的系统性风险 所以我觉得花振兴券或是现军券 仍然有它的必要性 有可能是现在政府的如意算盘 可我们不得不说 如果只是为了要拿来做大内宣 只是为了在那个券上面 可以多印制一些放入蔡英文政府的意象 或是表达 让大家觉得说 这个是他们拿出来发售的德政的话 我觉得也太小看人民的智慧了 其实这都是人民的纳税钱 这都是我们举债 为下一代债留子孙 所拿出来的纾困金 真的还是应该要用最即时快速的方式 给民众有感受到 不管是振兴券或仅仅对经济的消费 都有帮助 但是当然很多人担心说 花现金会产生所谓的这个 这个排挤效果 因为他本身他就收起 如果花现金 他就现金收起来就不会去消费 家庭所得分成五等份 最后40%的家庭 几乎没有太多的储蓄 所以你给他现金或给他振兴券 他都会消费掉 所以我的建议是 在考虑政府的财政收支 还有考虑到这个M型社会 中立收入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排复条款 再来看到桌球一姐 郑怡静和搭档林云如 抢下东奥桌球混双铜牌 不过网路上有乡民爆料 说因为台南市府剥夺了桌球资源 才会让郑怡静被迫转集到台北市 对于种种指控 市长黄伟哲深夜紧急在脸书上 留言澄清 他说这件事情不是在他任内发生的 和事实有出路 郑怡静的父亲也出面辟谣 只说黄伟哲很关心桌球 并没有如网路传言 剥夺资源的问题 握拳大声呐喊加油 我国桌球好手郑怡静 在冬奥混双项目夺下铜牌 位在台南老家的双亲喜悦 通通写在脸上就连市长黄伟哲都发脸书祝贺 但郑怡静与台南市府的关系似乎有内幕 网路上有人爆料说台南市府 其实根本不关心台湾桌球 不但剥夺选手资源 把该给的集训补助全都委外 经费不够 培训出现困境 害得正一进不得不将户籍签到资源更好的台北市 那黄市长在107年的12月25号上任之后 那在108年的时候有议员直询了我们桌球馆委外的事情 那经了市府的查证之后 我们也马上跟这个厂商来解约户籍签到台北的问题 这个是当初台北桌球委员会的主委 陈主委这边来邀请他 迁到台北也方便他因为读辅大就近练习 面对严重指控台南市长黄伟哲 第一时间就在脸书留言澄清 表示这些全都是他上任以前发生的事情 换句话说都是谣言 郑怡静父亲也亲自出面解释 在五六年前 我女友就有规划在台北自产 黄市长其台南市的体育出 与各位长官也都非常支持台南市的桌球 并不是网友上所说的那样 昨天晚上黄伟哲市长也告诉了我 未来如果有规划的话 他愿意让怡静回到台南市 表示并非如传闻遭到市府必先户籍 面对负面谣言满天飞 郑怡静的爸爸除了亲自出面灭火 也强调奥运赛事选手才是主角 还是要把焦点放回比赛上 别让流言飞语抢了选手的风采 欢迎新闻 陈妍为李温与林嘉倩台南报导 李扬王麒麟顺利记起八强 消息一传回台湾 两人的父亲都相当开心 马上打岳阳电话恭喜儿子 拍落世界第一 王麒麟的父亲还说 已经准备好金牌啤酒 就是希望儿子能够拿一面奥运金牌回国 而李扬的父亲则是隔空跟儿子说 我爱你 我今天又买了那个奥运金牌的台啤啤酒 喝到结束为止 加油 身体还好吗 不还好 我就知道 没关系你一定可以客户了 好吧 好吧爱你 电话已接通 王麒麟 李扬两个人 各自喊爸爸隔空热线报喜 床上威风下了正场 倒显得有点不好意思 林扬佩这次扳倒羽球男双世界第一 晋级冬奥八强 练习的辛苦心酸 真的一言难尽 王麒麟脸书 满满都是大大小小比赛的照片 有心酸有泪水 赢得众人掌声的背后 更多不为人知的刻苦训练 而这一切爸爸都看在眼里 几乎都没有见面 他这一次在祖信被关了快三个月 有了就是传类 传一些贴图 他的贴图就跟他加油 就这样 那这也算精神好话 同样的父爱 不同的表现方式 李扬爸爸有点腼腆 但欢喜之情 异于言表 对儿子的关心 一点都没有少 这辈子第一次不敢看他这场比赛 是我认为是真的他压力很大 我自己压力很大 跟王麒麟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每次也跟王八在谈 那李扬来讲是 是从二流三流 做人本顿开始上来 所以他多了一些 一些亲力 现在有时候来呛我一下 说我是不是这个料子 李扬持续不间断的努力 即便接触语球时间比别人晚 训练却比别人更加倍 这些从他变化莫测的球路 就看得出来 就连搭档王麒麟想起来都会怕 台湾黄金男双 李扬王麒麟 打败强劲对手晋级八强 除了自身的刻苦训练 家人全力支持的后盾 让他们无后顾之忧 拍下亮眼成績 环宇新闻张家宝扬指玉 台北报道 请您继续锁定环宇新闻网 以及YouTube环宇新闻频道 并且记得订阅 开启小铃铛 接收更多全球新闻报道